处女座至青春票房大丰收 导演赵薇终于松了一口气 为了拍电影两年没有争外快的她 近日终于付出代言捞金 拍摄至青春期间 赵薇不仅谢绝一切活动邀约 连老公和女儿也弃之不顾 她曾坦言对女儿心怀愧疚 如今电影大获成功 卸下重担的她也开始把重心转回家庭 最近我愧疚感少了很多 最近回复到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里面 其实我什么菜都会做这样 我其实是个很好的厨师 她喜欢吃我做的豆腐 但当记者问到 如果碰到女儿不喜欢的食物怎么办 努力营造好妈妈形象的赵薇 却不小心霸气侧漏了 她不喜欢吃也得吃 众所周知赵薇担任导演期间 因为压力过大等原因体重飙升 然而当天一身黑衣亮相的她 看起来身材恢复了不少 她坦言这也是选择黑色服装的初衷 黑色会让我显得比较消瘦 但是除了穿深色服装 赵薇也表示自己仍在积极减肥中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再尽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对于前不久缺席母校活动 而被张铁林炮轰的事件 心情不错的赵薇 却仍旧不愿回应 没什么回应 我觉得没关系的这样的 那就让我们祝福赵薇赶快减肥成功 带来更好的影视作品吧 风行娱乐上海报道